油漆已干 这是前云林县长张荣卫家大门 遭人喷了红漆写了骂人的不雅字眼 因为喷了三个字 第三个字是张荣卫的胃 针对性明显 警方搜证之后张家又喷上了另一层黄漆 把红漆覆盖遮掩 成了一片黄色雾化的色彩 原本的彩绘图样也因为喷漆事件毁损 没办法 毕竟他是精神异常 所以就也没办法跟他一般计较 张家面积广大 因为漆派占地广 位于云林虎尾青浦 被称为青浦宫 围墙外开放式的洛宇松庭园 也属于张家 洛宇松林水池照景 尤其叶子变色的季节 甚至有游览车在游客前往欣赏 是知名的洛宇松观光景点 警方上午接获报案 从监视器锁定喷气男子 使46岁的秋姓男子 以毁损罪局提倒案 在做比诺的时候 延迟有反复 所以他是对时局不满 警方调查 秋姓男子情绪比较激动 之前也曾经去张家叫嚣 并没有身心障碍手册 他是云林谷坑人 自称四处打零工 这次喷漆还喷得不雅自眼 恐涉及毁损跟公然侮辱 不过都是告诉乃润之罪 TBS新闻张崇敏 吴淑萍 云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吴淑萍 请不吝点赞 吴淑萍